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武汉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疫苗研发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泰国也展现企图 泰国当局日前通过10亿泰铢预算 用于疫苗研发 目前有多个机构都在研究当中 中央社驻泰国记者 特别进入其中一个研发团队的实验室 一探究竟 邻居的博士阿南表示 预计今年底开始人体试验 明年底量产 也期盼施打费用清明 打一剂不超过1000泰铢 武汉肺炎肆虐全球 各国纷纷投入疫苗研发 泰国也展现野心 日前泰国总理帕拉玉表示 期望泰国成为区域的制药和疫苗基地 目前泰国有多所研究机构 正在进行疫苗研发 包括泰国国家基因工程和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旗下的疫苗研发团队正进行仓鼠试验 如果反应良好 预计今年底进入人体试验阶段 目标明年底量产 研发团队更指出 希望疫苗每季不要超过100泰铢 让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 但研发团队也指出 泰国当局对疫苗上市的规定很严格 可能会影响生产的时间 另外只要疫苗的设施也不够 都可能拖累泰国的竞争力 疫苗研发团队表示 因为这一次疫情 国际开始关注泰国 发现泰国科学家 有能力在试验室制造产生抗体和病毒 对于疫苗研发乐观一对 中央社记者旅新会曼谷报道 印度北部城市阿尤德亚的街道上 布满鲜艳的黄花装饰 散发浓烈的印度教色彩 总理莫迪清零这处被印度教徒 视为罗摩神诞生的宗教圣地 为罗摩神庙举行奠基仪式 奠基仪式适逢莫迪政府终结印度唯一 穆斯林占多数的查摩与克森米尔省自治的特殊地位满一周年 这是主张印度教至上和民族主义的印度人民党对支持者的承诺之一 而罗摩神庙重建则是印度人民党对支持者的另一项承诺 这座准备兴建的罗摩神庙所在位置 曾经是拥有460年历史的清真寺 但基金印度教徒坚信这座清真寺 是穆斯林王朝在摧毁罗摩庙后在限制兴建的 因此与当地穆斯林争执不断 清真寺也遭到破坏 更在1992年引发2000人丧生的宗教流血冲突 印度最高法院2019年底对这处圣地的征送案作出判决 允许印度教徒在当地兴建神庙 穆斯林团体则取得另一块土地来兴建新的清真寺 多年来的诉讼终告一段落 阿尤德亚的圣地争议和克森米尔问题 是印度30年来最大的族群争议 在宗教冲突的背景下 莫迪至此时强调要用大爱 兄弟情及石块来兴建罗摩神庙 期望在日内为长达170年的血腥圣地之争 划下句点 但此举也被视为是莫迪推动 借由印度教建立国族认同的政治胜利 恐怕会令穆斯林更加不满 中央社综合报导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这间传说中台北市唯一一家捷克餐酒馆 年近39岁的老板皮卡丘 是定居台湾8年的捷克人 皮卡丘接受中央社访论 谈到住在台湾这几年 感受到来自中共的武力威胁 2014年他曾参与太阳花运动 成功混入立法院议场以及行政院 并发挥摄影专业 向捷克通讯社等媒体提供现场照片 他们没有解释 为什么我来到那里 所以他们其实问了 为什么你来到那里 我说他们是因为 因为它是很相似的 是一种连续的故事 的故事在台湾 台湾是 台湾是 台湾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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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 但是我认为台湾是台湾是台湾是台湾的 因为这就是中国的预计 他们的预计 杰克参议院议长维特齐 将在月底率领访问团来台 皮卡丘认为这是强而有力的宣誓 维特齐在台期间将参加同乡见面会 皮卡丘也将共襄胜举 中央市记者裴珍台北报导 大家好 我是台湾的产名 我是台湾人 这是台湾人 这是台湾人 role demokratických legislativních dvorů, horních i dolních komor na celém světě spočívá kromě popisovaného schvalování zákonů také právě v obhajobě demokratických principů. Jsem přesvědčen, že je povinností každého demokrata podporovat všechny, kteří hájí demokratické principy a někdy za nelehkých podmínech budují demokracii. Jsem proto velmi rád, že jsme v rámci naší senátní parlamentní diplomacie mohli za vámi přijet, abychom si navzájem vyměnili zkušenosti, podpořili se a rozšířili vzájemnou spolupráci. V roce 1963 se americký prezident John Fitzgerald Kennedy ve svém slavném projevu Ich bin ein Berliner jednoznačně vymezil proti komunismu a utlačujícím režimům a podpořil obyvatele západního Berlína. Řekl, svoboda je nedělitelná a pokud je na světě jeden člověk zotročen, nejsme ani my svobodní. Dovolte mi tedy nyní, abych i já vyslovil osobně svoji podporu Tajvanu a nejvyšší hodnotě svobody. Abych skončil své dnešní vystoupení tady u vás v legislativním dvoře, tedy u vás na Tajvanu, možná skromnějším, ale stejně důrazným prohlášením. Já jsem Tajvanec. Uoš tchaj ván žen. Přeji vám. 中华职棒副棒汉将投手江国豪 近日对战中型兄弟,接連上演优质先發 主投6.1局僅13分,率队中场以4比3擊退兄弟 本季第七勝到手 江国豪说,虽然在牛棚时动作稍嫌急躁 但照着上星期的节奏应战,比赛中做修正 有时候开车的时候会比较急躁的想要去面对打折 但是因为他们觉得控球不错 所以会做进攻 所以就把球的前面一两颗球的位置 再放在更精准一点这样 其实就是把球的品质和位置丢出来 就自然会有好的结果 就是可能局数方面还要再拉长一点 在打击方面 林哲轩四局下轰出洋川炮带动攻势 接着申号尾翘安 陈凯伦和林宗贤遭触身球形成满壘 再加上中心同手魏硕成抱头奉索一分 高国陵两分安打助攻,拉开比数 后来尽管兄弟展开本宫 但人无力回天 这场比赛富邦汉将邀请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 慢慢说乐团担任开球嘉宾 主唱立德奔说开球好嗨 但控球真的没有想象中容易 我真的很想要丢丢 就是很直很漂亮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一出去就在他的脚边吓死我了 我自己也吓到 就刚刚说的 就是你觉得他会去这边 但实际上他没有去这边 就是真的不容易 富邦汉将举办江江好生活主题日 接连三场主场都心里满场观众 中央社记者杨启方张新伟新北市报道 纽西兰基督城 纽西兰基督城2019年3月发生震惊全球的清真似屠杀案 凶手塔伦开枪射杀51人犯下40项谋杀罪和一项恐怖行为罪 他是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犯案当下开脸书直播 事后面对受害者家属也无动于衷 纽西兰法院最近判处他终身监禁并且不得假释 纽西兰总理阿尔登也表示乐见判决结果 凶手罪有赢得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